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期券報局 又是我Marco和大家分析期券的策略 剛放完聖誕節的假期回來 在上星期五 在聖誕假期之前來說是23日 即是上星期五 和大家提及到最主要的一件事 大部份人說這條上星趨勢算 和這條藍色二度250天的平均線來說 有機會會穿 穿得來市的空間相對成為比較大意 我提及到情況下 我覺得遇上一點不乏比 不是說一對穿就立即當它穿的 起碼是21,000點流上 我覺得都是有承接能力的 所以策略上來說 你論上應該比較傾 下一期只是現在 21,400點流下 至21,000點 即2100至214 這些位置 作出一個吸納的動作比較好些 除非見到它一個叫做完結了調整的跡象 否則來說我都是會談到比較慎低級立的動作 放假完之後 那時候 今天大家看到的情況就是 如果有看今早上的新聞 或者聖誕節 假期期間都留意這些新聞的情況 都有不少人預計 今天市場是不利的 市場會繼續推下去 但實際上的情況來說 你會看到 今天市場開出來來說 的確是比上週五的收市價來說 開低一點 但是之後開出來來說 你會看到是有些承接能力 而逐步慢慢夾上去 接近最高位收市 收市價大約升了接近 兩百點左右的水位 很明顯地 你會看到的情況就是 在大約兩萬一千四百五十點 樓上這些位置 開始大市出現一個承接能力 你見過市場 之前不斷跌下來的時候 是基本上接近 沒有什麼承接能力可言的 而今天很少有在這段 跌下來的情況來說 大市有能力由超升到尾 比較少出現這樣的情況 很多人之前 其實是說 如果以恒生指示圖來講 這條上升出去的線 其實是說 在上星期五 開始已經有人說 這條上升出去的線 已經被跌穿了 其中一個原因 也是因為是這樣 就覺得大市有中一步 向下跌的空間 你看那些17年大市目標部署 有些甚至說到 跌市有機會跌到去 一萬八千點都不出奇 這個是人家說的 不是我說的 而我自己來說 首先我要去觀察究竟 250天線和這條上升 衝勢線是否真的跌穿 正式確認跌穿之前 我不會隨便跟你說 大市要跌到去萬八點這些位置 二 用我平時一貫 跟大家分析的旗子圖來講 很明確地你會見到 不要說假不假穿 上升趨勢線也好 藍色250天 二度未穩線也好 是沒有穿過的 你會見我一路分析 我都是用旗子同道 分析 就不是用恆生指數同道 分析的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 既然如果是玩指數奇權 或者是炒旗子也好 因為你炒賣的工具是旗子 並不是恆生指數 所以我會傾向用旗子做分析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就是在旗子的圖上 通常已經反映了 50隻恆子成分股的除淨因素 相對來說 畫圖上來說 我自己覺得 準性度就會比恆生指數高一點 所以相對性來說 我會傾向用旗子做分析 並不是恆生指數分析 但anyway 我上星期五都說得很清楚 就算它對穿了250天線 甚至上升趨勢線也好 我通常不會這麼疑犀地 一對穿就覺得市 正式穿了這兩條上升趨勢線 和兒童民軍線 我會預約一些不法給它 最主要原因是 因為很明顯看到 之前4月21號 6月8號和7月5號 某程度上 形成一個類似 三頂零態 大約在21,000點的位置 而相加這些位置 我覺得要連這些位置 都對穿了 但是市場會出現一個明顯的下跌度 所以我策略上都說得很明確 我會傾向21,000點 至21,400點 這個位置做一個吸納的動作 但是來說 今天出現一個特別消息的情況 就是說 第二種情況 就是說如果市場出現一個叫做 見底的跡象 反而我可能會想 會不會有機會見底從而 未退到兩萬千四百點以下 都會預先做出一個吸納的動作 今天比較關鍵了 因為之前所說出現一個見底的跡象 首先要完成兩步 第一步要收市價 要升穿上一日 上一個加日日的頂位 在今天的情況來說 今天的收市價期指是21721 收市價明顯是比上一個加日日 11月23% 五個頂位 綠色這條線 21594來說 是高的 其實完成了第一步 未來比較關鍵的消息 第二步 理論上來說 只要再升穿今天的頂位 期指是21790這個位置 其實大使有條件地 短期來說 已經出現一個見底的跡象 就並不是 有很多人所說 大使是18000點進化 這些這麼誇張的情況 但是我自己比較保守一點點 為什麼呢 有幾個問題 一 理論上 正如剛才所說 升穿今天的頂位 21790 就完成第二步 但是來講 既然之前 有這支陰燭 有一個明顯固惑的情況出現 這裡很明顯形成一個阻力 這個高是21819 這個21819 距離是21790 相對性來說 不是太遠 既然來說 如果要穿的話 我不差了 差了幾十年 我等著 升穿21819 我才確認市場 有機會出現一個見底的情況 如果升穿21819 我不是只要升穿 我比較穩 我會再穿15分鐘頂 我才會升穿 這個是有少少不明確的因素 所以我就會比較傾向打一會 還有個點是 明天星期四 其實都期之算日 既然來講 再加上聖誕 假期之後 新年前來講 市相對性比較靜 其實都易出現假突破 所以我自己來說 比較傾向去判斷 那個市場 究竟是見底還是未見底 我會比較穩定一點 真的等起碼最低限度 等明天期之結算日 才真正去找一個比較 值得去參考的阻力位置 而利用那個位置去判斷 但未到明天期之結算日 的話 我就會拿21819這個位置作為參考 就是上個星期四的位置 陰燭頂位21819 但是我再強調 我會傾向等明天 期之結算日之後 再作判斷 再加上今天的市場 相對性來說 不是太大 所以相對性來說 我覺得 就等多一會 會比較穩定一點 我怕它這一下 只不過是 所謂的類為一夾瀆倉 今天你會見到 香港的股市比較奇怪 因為很明顯地 其實弱了這麼久 明顯地今天是比內地的股市更加強的 那我要再觀察多一會 那當我觀察到結局的時候 再跟大家去講 那暫時來說 現在你會見到一件事 就是說 阻力位剛才說了 支持位來說 你會見到在上個星期五 低位21477的時候 見到低位之後 今天最低位是21482 是接近上個星期五的最低位 簡單來說 其實大市在大約 21477至21500 到21500 到21500 是很明顯地出現一個 承擇的能力 是什麼意思呢 我之前可以說的 就是 市在21400 21000點到21400點 我會談到一個吸納的動作 但是既然 如果現在大約去到這些位置 出現一個承擇的能力 我又要看 如果它連這個位置 21477都對穿了 的話 那我這個吸納的動作 我會退低一點 退到多少呢 暫時來說 我先退到100點 再觀察 暫時我會傾向在 如果它21477都對穿了 的話 我會在21000點 到21300點 去做一個吸納的動作 因為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們覺得 首先 21000點 剛才和大家分析了 就是之前出現這個三頂的位置 這些這樣的位置 那個支持位 大約在210021 就是21000點的位置 而 用黃金給我量度 那時候 那個位置 大約210003至210004 作為支持 不過 如果它對穿了 上星期五個低位 我覺得它可能 有跌多一點 才會定下來 所以我就會定了 在21000點 至21300點 它作為吸納會比較穩陣 所以簡單來說 短時間來說 你作為向上 或者向下突破 我會傾向拿 上星期五個低位 21477 作為支持 還有 上星期四個高位 21875 這個陰燭的位 作為阻力 升穿邊邊 或者跌穿邊邊的話 那時候短時間 有多一層走下去 再去找方向判斷 但比較穩陣 我會等待 明天 期四幾歲之後 會再去找一個 準一點的支持 再來 再綜合和大家作為分析 最主要是這樣 接下來來說 因為始終現在是 剛剛過年聖誕節 大家過多兩天 開始到新年的假期 其實市場來說 大家都是比較觀望的 就算我自己也是一個 Holiday mood 所以反應都是 我不會爭在 我會等到一月份 先正正式和大家說 未來一七年的部署 是怎樣做 今天就叫做 不斷以說少少 讓大家有一個idea 知道 短期說 有些支持阻力 是在哪裏 真正認真和分析 我會傾向等到 結算日 之後分析一站 再等下年一月 就認真少少 再說策略的部署 今天就先說這麼多 下次再和大家繼續說下去 好 多謝大家支持 再見 拜拜